我们在这个山间可以认识到很多小朋友 可以认识到很多大小小小 还有一些新朋友 这样大家可以高兴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 来这里可以认识到很多 只要我们很认识地去听 这三天很认识地去听 去看 这些也很辛苦 那我们办这个班就是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很不安全 很不保险 是吗 会不会 小朋友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很多 很多 那这些很不安全 很不保险 那以后呢 那这个社会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才会说来办这个班 帮助我们大家 要这个 要我们要有懂得什么去以后去认识 但是最好呢就是我们处要先懂 才有办法去了解这些 那这个呢 要是呢 又被人家 抢 还有呢 被人家 骗 会不会被人骗 那我们呢 有人啦 你看这样 路上走着呢 就会被人家骗走 就会被人乖乖的骗到 去银行领钱 全部领出来给他 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很不保险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想说 我要很平安 感激啊 感激什么呢 感激呢 很多 要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感恩就要知道什么 报恩 是不是 懂得感恩就要报恩 我们一个人是这样 这个要了解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道德培育班 从筹备到现在今天 差不多整年了 半年了 这个国立 不是 正业 我们农历正业的时候 有办理一次 两天的 继续呢 老师呢 都一直 一直不断的 一直来回来 这个筹划 这些辅导老师啊 那这些辅导老师在幕后呢 也都很辛苦 都一直在筹划 很多 是不是很辛苦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很认真的听啊 认真的看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存很感激的 感激的心啊 那这样的话呢 那工作人员 关心的爱心 有没有 当然你一来的时候 老师就一直感慨很 很有爱心的接你 是不是 有没有 有没有 请问小朋友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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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